今天想說遊戲機箭 善慾片加天慾片 我兩篇都爆了 但我不是一個大客粉絲 但我這兩款遊戲 無論如何都會有異時回憶 最主要是玩過 我忘記了第一次、第二次 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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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機箭是這樣的 也不會有什麼特別 其實機箭已經是末期 先喝一口水 因為它本身的玩法 永遠都是這樣玩 還有它的玩法沒什麼突破 還有最主要是它有些東西 不肯去改 總是吃老本 那些東西是好 機設 那些畫面是好 但是一輪為一隻粉絲的遊戲 但其實 其實遊戲方面 我也想追求一些挑戰性 你很挑戰 你玩到第二輪、第三輪 不斷地放一些難度 等一些冰 AI更厲害 但不是很想要的東西 我想要什麼呢 其實我以前玩過一種 一種叫做夢幻無二戰 那一種我很想要 那些東西 但已經沒有再推出了 因為是戰棋 現在沒有戰棋 現在沒有戰棋 變成什麼即時戰律 DOTA遊戲 這隻精彩在於 它有屬性雙峽 鳥兵有黑暴兵 馬兵有黑暴兵 這些雙峽都有的 但是這隻夢幻戰 因為很有趣 就可以進化 每個兵種都可以進化 大騎士 大騎士 又可以變成飛馬騎士 那些 很好玩的 就是有難度 而且一定有難度 這些屬性雙峽 你砌兵的兵種要考慮 但是機戰 其實有沒有想像的空間 沒有 是你自己的喜好 你喜歡出那隻 出了整隻高達都可以 高達兵層上 超級系 就算 收皮 又可以變成超級系 機械人 一堆 不出高達又可以 是你自己的喜好 如果你說他好玩之主 就是這樣 但是 作為這麼多代 看過 你覺得 是不是要再多一點點東西 我一直都很希望 他加一些屬性雙峽 但真的沒有了 那些高達也算是超級系 機體 那些超級系 就是 放在後面 我玩法很簡單 就是放那幾步 高達前面 掃光敵人 然後 又是用高達圍的 那些大佬 我最主要用什麼呢 天使高達 那幾步 總之就是 零零 那幾步 那幾步 因為他的攻擊力很厲害 尤其是天使高達 可以必出的 因為他有移動之後的地圖炮 地圖炮掃完之後 他有什麼PP2回行動 你掃完一轉 又可以掃一轉 簡單來說 一個回合你可以走四五轉 那你已經可以殺四五圈的敵人 已經 相當之恐怖 所以這部天使高達 其實某程度是屈充機的 亦都是做難事的 但是 你說他 這遊戲又不好玩又不是的 那他有些位置是做得不錯的 例如天然突破 那個畫面真的做得很俗 給我看回天然突破 那種最後的畫那種感覺 那也是值得讚的 還有其他機體都可以的 例如真衫貼甲這些鐵膽來的 不能輸的 那他音樂一向都是這麼好的 因為他集完所有蛋拳的音樂 於一身 當然是易血的 那我都很喜歡 那他做到的 但他不是很強的 我自己用得不太強 我自己覺得 也不太好 那一部畫面 但是很好的 因為他爆完飛機之後 可以掉下來 那這兩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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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條命是必出的 那這條命是厲害的 然後EVA EVA EVA 那這幾有趣的 就沒有以前那麼屈 真的 計算EN的 即是你盾子一開一次 就計算EN的 扣你的EN 扣得很多次 而且盾子也沒有那麼厲害 我想當年那時候玩EVA 嘩 那盾子真的厲害 我媽媽都不認得 總之你這條電纜 搏著你 你的盾子就無能力了 那這個也是 那時候 那時候 小小的 筆機的地方 但他好玩之處 那時候有得步走 那現在我沒有試步走的模式 那我不知道 那 還有什麼 什麼Gun Buster 那些 那些 很舊的機體 那些 因為很多機體很舊 我都不太懂 什麼泰坦那批 其實我不用 那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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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比較喜歡 天然突破 那批 其實 主角機的方面 是OG那些機 那 其實我OG那些 我都不太喜歡 不過 主角機的那部 雙子聲 OK 啦 OK啦 那 它那個PP 要回行動 是屈的 但真的很爽 那 真是兩體 你說它爽又可以 說它屈的又可以 所以整個機戰來說 我覺得去到尾聲 就是一個終結 那 它會長出長有的 但是 我感慨 就是 對於我這些 不是大黑粉絲 想玩一下 那些 它已經沒有了很強的吸引力 不過這個 時族編 天族編 真的 了結了我的 心 不是 心緣 就是 玩到一些 譬如天然突破的機體 這些 我很想它放下去的機體 那算是不錯 還有獨角獸 這些 這些新的機體 那 它有值得可取的地方 另外 它故事方面 其實我不懂人文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說什麼 大致上是一些 時空交錯的東西 那 我一集都不太理會 故事說什麼 那 如果今集 來說 我覺得它 關了一些 太舊的機體 會好一點 那些 泰坦的批 那三隻 我真的不懂 月亮星星的 那三隻 我真的不懂 太陽 月亮星星 對 我想它換了一部 神高達 我覺得比較好一點 神高達 我反而挺想用的 然後 其實 就 大致上 是這樣 都 嗯 即是 沒有說什麼特別的 這隻遊戲 就 即是 即是 那些畫工 OK 我只是覺得 這麼多年來都可以的 我只是說 嗯 即是 如果你說 它 現在 最大的問題 就是 它現在都玩少隊 就是 兩部 兩部 佔一個位 兩部佔一個位 那你 一場裡面 你不可以出50部機 但問題 你現在都出不完 很多機都想出 但是出不完 其實我自己覺得 它可以用一些 軍隊形式 編制方式 軍隊形的 可能 即是 高達型的 四五隻 一個單位 超級型的 四五隻 一個單位 反正都是這樣玩的 都是 一群機 我扔到中間 將那群機扔到中間 敵人的敵城那裡 放地圖炮 或者等個回合 等機自動送上門 這樣就玩完了 那一回合 那為什麼 你不 合了一個 unit 我扔上它 就完成了 沒有策略可言 其實 我捉棋 我現在有 五十隻棋 我怎麼捉 我其實 也是用兩三隻棋 其實 就是現在機戰最大問題 就是 棋太多 但是廢棋 這一堆 我只是出來出來 那四五隻 我鋪鋪 那一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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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有一半機 是用不到的 有一半機 在旁邊 吃回身 為什麼 因為萬刀都走不去 走到那裡 怎樣 讓我那些高達 全部圍攻 搞定了 那已經是用不到的機能 他要想一下 要是你玩一個 再強化的小隊 要是你玩屬性上的客 你每一隻 可能 我不知道 可能 嗯 這個格鬥系 格鬥系 就欺負射擊系 是的 嗯 或者是速度系 欺負射擊系 射擊系 欺負射 啊 步兵系 嗯 可能這個 導彈系 又欺負射擊系 啊 飛兵系 那 有少少這些 你才會想的 每一部棋 你才會想的 我知道 有些人 玩幾戰 玩到 很出生人入花 真的計算 每一部 然後計算 每一部的 攻擊力 怎樣打下去 拿他的SR SR 我覺得 真的算 我不是太好 SR 拿到就拿 拿不到就算 所以 他 作為一些 真的很喜歡 玩 戰棋類的 遊戲的人 他 是給了我一種 失望 但作為 機體的支持者 OK的 很有趣的現象就是 這兩隻遊戲 是挺 保值的 就算你二手放出去 都是挺有益的 市場 如果你說 遊戲來說 這兩隻 是肉加天獄 是挺值得珍藏的 我覺得 也是 因為他的版權 其實我想是 出一轉 很難之後 會再集齊 他每次機箭 都不同 所以每個機箭 都有他的特色 但是我 是忍憾 我覺得 他可以做得更好 為什麼不能做呢 不可以做呢 那 今天先說到這裡 都一半推介 好 多謝收聽